那今天呢,我们的这个讲座呢,就以这个income tax,我相信也是大部分同学会比较关心的这么一个部分,来做一个简单的介绍,算是对于整个美国税法体系的这么一个切入点。 为什么这么说?因为美国的这个税法呢,最主要的这个部分都是和income tax相关的,不管是individual,就是个人的income tax,那你是要用form 1040来报,还是公司的这个income tax是用form 120来报。 还有一种公司形式呢,是这个合伙人制度,这个是用form 1060来报,这些form呢,它都是,它都是来报的这个income tax,所以它里边的这个income tax的结构是比较类似的。 所以呢,我们讲了这个individual income tax之后呢,啊,你对这个美国这个税法体系就会多多少少有意见的理解。那这样子的话呢,当你再去学啊公司税啊,或者其他的这种攀的税不税的时候啊,就会简单很多。 好,那么说到这里的话呢,我们来讲讲这个个人税。 个人税的最基本,他的这个个人所得税最基本的这个一点是什么呢?就是你要知道 谁需要交税啊,这个税法规定,我要向谁去啊,讨,征讨这个税。 那这个美国税法的规定是什么呢?他 所得税的科充对象是所有的美国居民。 这个居民里边包括公民和永久居民,甚至还包括一些非 美国居民,但是满足了一些这个条件,比如说在美国停留时间比较长的条件 的这种非美国居民,他都把你算成美国税务居民。 需要注意的是,美国税务居民的话呢,他跟这个移民局方面的这个规定是不一样的。 美国税务居民呃,只是说你交税的时候把你当居民来看待啊,但是呃,并不是说给予你什么移民方面的这种啊,这种优待啊,所以是很不,所以说是很不公平的时候,你可以说啊,这交税的时候把我当美国人看啊,那移民的时候把我不把我当美国人看啊,那移民的时候把我不把我当美国人看啊,但是这个国务居他就是这么强硬。 那这个规定呢,呃,以后大家如果真的来学的话啊,也可以慢慢去了解。 那他这个课征的这个对象是对于美国居民来讲呢,是征收的他的全球收入,记住是全球收入,意味着什么呢? 意味着呃,在座的,我比如说举个例子,在座的我们进行来听讲座的同学,如果有呃,如果你一定是美国居民,税务居民,你在中国的或者其他地区的收入, 也都要算上,嗯,算成你的,来交美国的税。 当然啊,这其中可能会有一些这个,啊,税务抵消。 就是说你在国外交的税,免许有一部分啊,可以拿来啊,来抵消你在美国需要交的税,但是,不管怎么样,第一步啊,你在全世界范围之内所,得到的收入, 他都是美国税,美国国税局所需要去,啊,去征讨了这个对象,就计算的时候,你要把它包含进去,包含进去。 与这相对的就是这个非美国居民,啊,非美国居民的话呢,那就只,他就只收,非美国居民的这个,啊, income,US source income,意思是说,啊,只有是从美国产生的,这个收入才需要交税。 那这个相对合理一点,啊,因为外国人嘛,那么我为什么要叫你给你美国交税? 那当然是因为这个收入是从美国产生的,啊,他需要交。 那大部分时候呢,我们所服务的对象呢,都是这个, 都是,啊,美国的税务居民,所以呢。 没有,没有,没有点到处算啊 puede吗? 没有,没有 credit到处算也对着借口, ××××××他做出没反应伤 moving element的事情